原标题,强盗 除了地缘政治利益之外,美军另一个目的最近曝光了,在一次行动中,美军运走了大约50多黄金,而这些黄金来历非常肮脏。 据国内媒体3月2日,援引旭利亚阿拉伯通讯社的报道称,美军从旭利亚运走约50多黄金。 报道称,这批黄金原本是恐怖组织的伊斯兰国,藏匿在巴古斯镇附近地区,这是七年多内战以来,伊斯兰国组织在自己的占领区,大肆劫略却利亚平民的财产而剧烈的财富。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伊斯兰国在国际社会的打击下,表面的势力已经大大缩水,被包围在巴古斯镇的恐怖分子为了保命,与美军达成了协议。 美军确保这些恐怖分子的人身安全,而他们则向美军移交这笔黄金。 报道指出,巴古斯镇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,交出了大约40多黄金,再加上美军在其他地区发现的约10多黄金,和及50多黄金的质富。 目击指称,美军连夜用直升机,将这些黄金运走。 按照现在美克黄金350元保守估计,这批50吨重的黄金价值高达175亿元人民币。 如果报道属实,那么美军这样的做法就和强的没有区别。 当地薛利亚人指出,这些黄金是恐怖组织长期以来,不断节律。 民众所去脸的明知明高,它的合法主人既不是这些恐怖分子,也不是美军。 美军应该将其归还给薛利亚人民。 另一方面,薛利亚正经历了长期内战之后,社会重建工作逐渐开始,在这个百费贷心的时期,薛利亚人需要大量的资金来重建家园。 美军偷走的这笔黄金,对当地民众而言,无疑是一笔巨富,将会对薛利亚人的重建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。 想一想,175亿人民币,能让多少薛利亚人住进坚实的房子,能让多少孩子重返学校。 所以,当薛利亚人得知美国的丑陋心境之后,无不义愤填膺,要求美国立刻归还。 实在太可恶了。 这件事将进一步证明,美军对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干涉,从来都不会考虑当地人民的福祉, 不管他们高举的旗帜多么鲜艳,口号喊得多么漂亮,其本致始终只有一个,强盗。 当然,这种指责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,毕竟自古以来,没有多少国家在入侵其他国家的时候,不会寻求毫无回报的高尚情操。 比如二战后,美军攻入德国后,从军官到士兵,也曾有大规模的截略事件。 尽管美军是站在藩法西斯的正义立场上,很多学后的截略,也可以由瓜分战礼品来搪塞。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,依旧存在大量对平民私人财产的截略。 但显然,美军这次在叙利亚运走50多黄金的做法,确实很不厚道,因此,听闻此事的叙利亚民众,都表示极大的犯法。 他们认为,美军在叙利亚不仅滥杀无辜,现在又挤走重要的黄金,这一切已经证明,美军在叙利亚做的唯一正确的事情,就是决定撤出叙利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